4月7号,吴中旅游行大使韩雪伴着阳光现身苏州袁博园 只见她身穿充满出人细细的彩条裙 中场卷发妆容精致彰显出其特有的知性美 现场被问及对三观袁博园的感受 韩雪表示是非常值得的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这一次的主题 园林园艺 而且我看了一下之前的地图 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江苏省的各个地区的园林的风貌的展示 我觉得特别值得 大家可能逛一次元博 就可以看到整个省内不同城市的园林的不同的风格 我就挺好的 最近演艺圈频频传出喜事 那苏州真没美 韩雪有没有想在苏州举办婚礼呢 比如说就是看最近他们好多的结婚都是往国外 很多的就是巴厘岛啊什么地方跑 那你结婚的话是想在我们苏州这边呢 还是要到别的地方去 我觉得第一我应该不会做这个公开婚礼啊什么的 我不用那么铺张浪费 其实我觉得亲朋好友很小范围的就 不会把它当做成一个舆论事件吧 所以会到苏州直接就再吃举办吗 苏州肯定至少也得请同学啊 不论大家吃个饭什么的这个是肯定的 看来韩老师还真是低调的优质偶像呢 现场韩雪更展现亲民本性 与数十位粉丝亲切互动玩得非常开心 不过怎么玩着玩着韩老师还哭上了呢 刚才这个你们你们一会儿一定要上去坐一下 它是那个视频基本是在空中的 就会看各个城市的特色 关键因为它是四地的 它那个有特别像过山车那种俯冲的感觉 我当时候上去开始往下失踪 我就开始哭 因为太吓人了 就它真的是跟那个实地坐过山车的感觉是一样的 而且很漂亮 但是我已经快吓死了 我看这个视频刚选心脏病要进去 对对对 所以你们一会儿心脏没有问题的人 一定要上去试一下 我都已经想了 恭喜